图片来源于网络具不完全统计,妹子们约从13到14岁开始出巢,一生有10万原始卵胖,排除400到500颗成熟卵子, 月经周期大约在30年左右,需要使用1.5W块卫生巾左右,1.5W块的卫生巾意味着什么?这1.5W块的卫生巾连起来,虽然还不能绕地球两圈,但是,绕中国也可以绕一圈了,同时,这个小小的贴身之物,一旦使用不当,很可能造成健康隐患, 这可以说就是女性随身携带的一枚细菌炸弹,随时会引发一场或轻或重的疾病,卫生巾到底有多脏? 姨妈妻被很多女性称为特殊时期,因为在这个时候,妹子们的抵抗力较差,要是不注意点,就比较容易引起各种不适。 对此,如果卫生巾没有用对,也是很容易感染的,图片来源于网络,卫生巾使用区,没有及时更换卫生巾,不能长时间不换,精血是很好的细菌培养机,使用久了很快就会长出细菌,不管精量多少,最好每3小时就更换一次卫生巾,使用大吸收量的卫生巾。 当不方便频繁更换卫生巾的时候,使用大吸收量的卫生巾能不会因为血量过大,而出现侧漏问题,但有很多妹子因为用上了大吸收量的卫生巾,就偷懒长时间不更换卫生巾,这样容易造成局部通风差,导致细菌繁衍,从未诱发各种妇科疾病。 当然,也不是要阻止你用大吸收量的卫生巾,只是,要是用这样的卫生巾,就要记得每3小时更换一次,用卫生巾前不洗手再用卫生巾前不洗手,很容易在卫生巾拆封,打开,扑平,粘贴的过程中,把手上的定筋带到卫生巾上。 因此,在换新的卫生巾时,最好先用清水、肥皂洗干净双手,更换时尽量不要触摸卫生巾表面,防止带入细菌造成二次污染,经常使用带有药物或香味的卫生巾,带药物的卫生巾。 这类卫生巾,一般都宣称有抗菌、抑菌、止氧等功效,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对精气女性起到保洁作用,但并不能够杀菌,健康女性没必要用,香味的卫生巾含有香味的卫生巾不代表清洁度,而且平时数过敏体制的女性应该慎用或不用此类卫生巾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卫生巾。妹子们在购买时应尽量掌握几大原则,棉质网面适合大多数人棉质表面,对肌肤更有亲和力,渗透性也好,尤其是对于皮肤比较敏感的小姐姐。 凹面和凸面的区别,使用凹面和凸面,也是要分情况的。凹面,瞬间渗漏速度快,适合在精血量大的那几天使用。凸面,渗透速度虽慢一点,但因为加厚了中间部位,不易渗出,适合外出或夜间使用。 阴道炎发作时,用干爽网面,对于患有阴道炎的女性来说,透气性好的卫生巾,干爽网面,比较适合她们,因为这种卫生巾不易锁住热气和产生异味,让女、性朋友用得舒适,有不可炎症者不要用卫生棉条。 内置,是卫生棉条,是一种置于阴道内的卫生巾,能直接在体内吸收精血,防止渗漏,保持体外清洁干。 同样,使用卫生棉条的时候一定要定时更换,因为不仅于更换,很容易发生感染发炎,甚至产生子宫内膜异味等妇科疾病。 对于患有妇科炎症的女性来说,则不建议使用卫生棉条,使用卫生棉只会增加感染的机会。 液体卫生巾不建议过夜液体卫生巾是近年兴起的,和棉条一样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。 同样,只要及时更换,选择正规品牌就OK,但业用的话,还是用普通卫生巾更可靠。 计量选择知名品牌大厂商生产的卫生巾,质量控制做得更好,出现问题的概率也低,一般抽建卫生巾的结果,发现问题的多是小厂生产的不知名卫生巾,mark好这些小知识了吗? 最后祝每位妹子每个月那几天,都能轻轻松松度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